动漫我要听 主持人 永博 电波里 发财 资金 卫 我有意义 欢迎收听动漫我要听 里长博报告 看看各自怀抱不同理由 想成为偶像的少年们 如何在演艺圈闯荡吧 达人上菜 让我们跟着漫画家Karlas 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哦 来吧 里面那可惜 今天的里长博关键字是 音乐记号 七 偶像 提示已经很明显咯 到底今天要介绍什么作品呢 先来听一首歌曲 待会儿再为大家解答吧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听动漫我要听 我是李长博 永博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动画 偶像心愿的OP Wish Voyage 是的 我们终于介绍到了 我们终于介绍到了 IDOLISH 7了 还记得12月的点唱集 才有人点播了这个 IDOLISH 7的歌曲 而从今年1月动画推出之后 I7的人气讨论度 也越来越高了 在我们介绍这个作品之前 先有请在场的李明门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乐总的女人 叮当 晚安 我是最爱龙之介 但看了动画 也喜欢上Nagy的Melon 嗨 乐总我老公 我是乐总老婆杨子 乐总是我的好吗 叮当明明刚刚说 自己是乐总的女人 我身为政公 还是要有度量的 所以呢 好了好了 你们都不要再争风吃醋了 脑子要放进去 要不然我这样吵来吵去 会吵到这单元结束 好吧 好啦 其实在知道要介绍 偶像心愿之后 永伯就已经做好了 耳膜会被震破的心理准备了 总之 我们就尽快的切入正题 偶像心愿 Idleish 7 是由万代男梦宫制作的 女性向音乐类手机游戏 角色远岸是鼎鼎大名的 少女漫画家 种村友蔡老师负责 是一个囊括了游戏 动画漫画音乐 跟小说的多平台 大型企划哦 Idleish 7 简称I Nana I7 最早是在2015年 以手游形式推出 兼具了节奏游戏 与电子小说的特性 主线故事是诚意满满的 全语音呈现 目前总共有三部 今年冬天则会推出第四部 另外只要玩节奏游戏 并达成一定的条件 也会有剧情解锁 供玩家欣赏哦 是的 玩家也就是女主角 小鸟游坊 是小鸟游演艺经纪公司 社长的女儿 同时呢 也是菜鸟经纪人 某一天被公司的社员 大神万里告知 要负责一个新的偶像团体 怀石便当 夸乎站定的经纪人 哇 这名字当然只是站定啊 什么怀石便当 真的 不是 这偶像团体 负红才有鬼 我饿了 总之呢 我们访就被万里带去看 这些未来偶像的 三对三动牛比赛了 虽然我当时看的时候 心里跟访想的一样 不是应该看他们唱歌跳舞吗 为什么是打篮球啊 不过呢 看到七位 啊不对不对 是六位各有特色的大男孩 在场上挥洒青春的汗水 那画面说有多美好 就有多美好啊 忍不住这个女主角一样 开始在心里为他们加油 其实虽然比赛过程不长 但是已经能够很明显的看出 这六位大男孩 外加裁判的个性跟特色是什么了 这段剧情在手游上是以文字描述 加上声游的演绎 但是透过动画呈现 让主角们动起来之后 哇 这七位主角的魅力也更为凸显 也让观众能够更快速的认识 这七位主角了 这七位未来之星 分别是和泉一支 二阶堂大和 和泉三月 四夜环 缝板状五 六米纸 以及七赖路 这样一连串停下来 有没有发现什么端倪呢 没错 这七位成员正好包办了数字 一到七 同时对应到他们的生日月份哦 另外呢 他们还有各自的音乐记号啦 不过因此我是完全看不懂 对 总之呢 被这七位大男孩圈粉的房 正想着要怎么经营他们的时候 却被自己的爸爸 也就是社长通知 必须从这七个人中进行征选 挑出三位出道 原因是 比起七个小矮人 三间课还比较帅吧 当然啦 这个决定不及让房震惊了 对七位大男孩来说也是 青天霹靂啊 嗯 被丢下这颗震撼蛋之后 故事剧情又会有怎么样发展的方向呢 先来听一首歌曲 再为大家揭晓吧 请听偶像心愿动画ED 由Trigger演唱的Heavenly Visitor 比起三只小猪 我认为七五四还要算上一百倍 征选结束 访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就用了这么一句话回复了社长 他的决定就是七个 一个都不能少 要让所有人一起出道 当初看到这一段 真的有一咪咪紧张 虽然知道一定会让他们七个人一起出道啦 但还是会想 房到底要怎么过这关 毕竟除了要说服社长 也要挽回成员们对他的信任与信心 不过显然是我多虑了 虽然外表柔弱 但房可是非常有魄力跟毅力的 忍不住要偷表白一下 那段房畅声说 一定会让他们大红大紫 真的帅诈了 真的 说实在 仿真的是这类女性像作品中难得讨喜的角色 虽然看起来外表柔弱 但对经营宣传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执行力也够强 尽管难免会有脆弱的一面 却也不会哭哭啼啼的求帮助 光是这点就值得我加100分 说到这里就让我喊一下 无限期支持乐访CP啊 无限期支持乐访CP 佳怡 好了 那你们 不要介绍到一半又开始乱发厨了好不好 不要忘了很多听众朋友们 是第一次接触偶像心愿这个作品 相信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 刚刚听到的歌曲吧 那首歌就是在偶像心愿中 当红的三人男子偶像团体 Trigger演唱的成员除了刚刚杨子 跟叮当提到的八一女乐之外 还有九条天跟十龙之界 有没有发现跑出了八九十呢 是的 既然故事主轴是演艺圈 当然就不可能只有IDOL7这么一个团体 有一道横跃在主角们面前的高强存在 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Trigger团如其名 就像扣下板机子弹快速飞出去一样 他们在出道没多久就迅速窜红 跟一举拿下偶像界具有指标性的大奖 日本偶像音乐大奖的男性偶像部门新人奖 而面对势头阵望的Trigger IDOL7只是个尚未出道的团体 为了让I7尽快被大众认识 仿就敲下能容纳三千人的户外大音乐堂 举办他们的首场live 但在I7成绩几乎为零 人气跟知名度都不够高的情况下 尽管他认真架设网站推广成员 也上街头努力发传单 结果就是 只有小猫九只到场 所以啦 房也谨记这次的教训 之后就让I7在街头演唱累积实力 等待I7的人气知名度足以让他们出道那一天的到来 另外也因为他们是打篮球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 所以团体的默契 向心力跟感情都需要慢慢的累积跟培养 也需要确立各个团员在团体中的定位 这样才能将每个人的优点以及魅力发挥到最大 嗯 这点就挺反映现实的 在他们搬到宿舍一起住 进行训练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个性差异 造成的摩擦跟冲突自然少不了 举个例子来说 相较于个性谨慎的撞舞 环就显得很漫不经心 还为了撞舞提出做任何行动 要早到五分钟的提议起了争执 总之两个人在一开始就常有一些小摩擦 但也同样的团员可以看到彼此更多不同的一面 比方说年纪最轻 但却是最冷静老成的一只 其实刀子嘴豆腐心 还喜欢可爱的东西 风度翩翩的混血帅哥Nagi 是重度动漫宅 看起来毛毛躁躁的三月 其实意外的很有偶像意识等等 而之后呢 随着主线剧情推演 都会带到每个角色各自的背景 比方说大和对于演戏的排斥 还成为偶像的理由 录身为主唱的隐忧 还有壮舞的身家背景等等 在他们一步一步往出道之路迈进的同时 也会让我们玩家跟观众 因此对这七位大男孩的背景 个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进而对他们产生喜爱 动画一路追下来 会觉得老天队 IDOLY7的考验实在太多 短短17集的动画就发生了好多事情 出道前出道后 都面临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考验 包括环跟壮舞因为人气意外飙涨 先行组成团体出道 敌对公司暗中使拐子 原本预定好的出道曲遭窃 等等等等 真的不禁要喊 是有没有要这么虐啊QQ 只能说老话一句 不禁一番寒澈谷 咽得梅花扑鼻香啊 尽管波折不断 IDOLY7也还是踏出了出道的那一步 渐渐的展露头角 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 他们的出道单曲吧 请听Monster Generation 可能没有接触过这部作品的听众会觉得 怎么这次介绍好像讲剧情讲得特别多啊 这样游戏玩家动画观众不会丧失观赏的乐趣吗 永伯真的得说 哈哈 大家是多虑了 第一 其实刚刚说的剧情 也就是手游当中主线剧情的第一部呢 接下来还有第二 第三 甚至第四部的剧情在等着大家呀 真的 剧情呢除了着重在IDOLY7身上之外 第二部也会出现另一个在动画中指纹齐名的实力派偶像团体 Reval 让偶像心愿的世界观更为丰富 角色描写呢也会更加深入哦 其中呢爱奇会经历更换主唱 团体那部出现冲突的情节 只能说真的虐得我们不要不要的 想说第一部就已经有团体信任 因为敌对公司的挑拨出现裂痕的情节了 结果第二部更 但只能说危机越大 解决之后带给粉丝的感动也就越大 我都要表白Nagi了 真的 我一开始觉得他一个外国人 跑来日本当偶像很有勇气 后来觉得阿宅这个设定的反差萌很赞 而且虽然外表看起来很轻浮 但意外的想法很成熟 总之呢就是我喜欢反差萌啦 刚才说到我爱Trigger 但是我看完动画后变成相推 就是Adolus7每个孩子我都爱 但是我又特别被Nagi全粉 因为他真的是个充满正能量的好孩子啊 SungQ Death 我好喜欢他讲话 是 对我代替我学长江口兔也谢谢你们 对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 但是身为学妹的我对学长 评的Nagi的表现 真的得竖起大拇指称赞 虽然爱Trigger我最喜欢的角色是 大和跟三月就是了 大和也是赞赞的 有种不同于Nagi的老练感 我喜欢 杨子你应该想说老陈是吗 你说人家很老练你很喜欢 我想说的是老陈啦 刚刚很选字有问题 录音大哥不好意思 那段可以剪掉吗 当然不可以 不过说到老陈 其实最老陈的人应该是一只把 表现完全超龄 还帮访担任经纪人的角色 但是看着看着都要怀疑 他真的是只有17岁吗 毕竟他偶尔会散发出 沉着稳重的大人魅力呢 但是但是 要说到沉着稳重的大人魅力 还是Trigger吧 龙之剑一声推啊 我们是乐总一声推 你们三个变得太快了 你们不要忘了主题 我们在介绍这个Idoly 7 对对 结果你们现在立刻倒戈表态 喜欢Trigger这样对吗 嗯汤哦 就Idoly 7 对我来说就是很可爱 需要支持拉拔的弟弟们啊 对不对 但是要谈恋爱的话 当然要选乐总啊 没错哦 就是他超高大帅气 然后低层的嗓音非常的有名 而且他正直又重情义 就是他自己说过的 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 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吗 天啊 对不对 对于喜欢有少女恋爱情节的我来说啊 乐坊就是坚不可摧的CP啊 哎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但每次看他在游戏当中最认真法妹都无功而犯 真的是很让人觉得 好来 哭哭 总之我一开始会喜欢乐总是因为他很帅 而且声優是宇多野生啊 对 后来也是反差猛啦 就觉得 虽然他看起来很冷淡 但还蛮重感情的 总之推大家去玩游戏啦 玩完第三步就会懂咯 嗯 我得先自首 我会喜欢龙之介 是因为声優的关系 因为他有配刀剑乱舞的 我的本命之一的猪台鞋 对 然后他的外表还是我的菜 然后之前我看朋友玩就觉得 Tigger黑色军斧超帅 然后歌又好听 总而言之 种村有菜 加Tigger的歌好好听哦 加被龙之介吓到等于落空 没错 你就加的太多了 我就这样深陷在 IWC7这部作品中 一去不复返 我发觉哦 听你们这样讲 你们真的很偏心耶 难道你们忘了 我们的主唱 鹿的存在吗 别忘了 他跟Tigger的主唱 天可是 放心啦 对 永伯只是故意掉掉 听众朋友们的胃口罢了 想让大家快一点 一起入IWC7的坑而已啊 如大家所听 IWC7当中 有魅力的大男孩们 实在是太多了 光听我们短短的介绍 实在是不够不够啊 也许有机会 再跟大家做深入的介绍 不过呢 当然 还是这个各位先行入坑了解一下 那是最快的咯 单元最后 要听到的歌曲 对IWC7而言 可是一首意义重大的歌曲哦 至于原因吗 那就是 嘿嘿 一样等大家入坑之后 就会明白啦 请听 那次小子 对IWC7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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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